但還是以成績則優 第二名晉級準決賽 陳奎如的父母也在榆林老家 為他集氣 直到陳奎如進入準決賽的瞬間 全場都跳了起來 爸爸媽媽格外激動 受傷已然 那個秒數最高的 那我們這個晉賽 在我們亞洲人本來就 不太容易 進入我們這個準決賽的人 也是一兩個而已 兩個第二個就是奎如 以他為榮 三項的體育 是非常在新年當中 非常孤躁的 都是一個人 為了自己的充氣而努力 陳奎如在2017年世大運 和2018年亞運都拿下銀牌 2019年亞錦賽奪同 同一年台灣國際田徑公開賽 跑出13秒34 不只是個人最佳 更打破全國紀錄 但隔年全大運時受了傷 休息兩個多月 如今只隔八個月 就征戰奧運 陳奎如用盡全力 跑出個人本季最佳的 13秒53 10秒58 2 3 5 好